今次介紹的是Leica SF40閃燈 大家好,我是MHK Camera的Fanky 今次介紹的是SF40閃燈 這個閃燈很小,可以調校角度 可以調校到90度和左右搖晃 而電池方面是用了4粒AA電 這個閃燈可以給M系列、Q系列、SL、T、X系列的相機 雖然一般來說,我們很少用閃燈 但到某些場景,例如背光、燈色、人像 就有機會用到閃燈 這個閃燈分為DTL Mode DTL可以上下加減兩個Stop A Mode和M Mode 當你用M Mode的時候 它可以調校輸出 由Full Power到256分之1 細微 中間有很多選擇 例如1分之1、32分之1 這些都是比較常用的 輸出功能 而至於它可以調校 Full Power的距離 打開上蓋 會看到有不同的顏色 是有顯示器的 好像現在這個綠色 就代表Auto 去調校 對應鏡頭的尺寸 如果你要手動設定 只要按著開關鍵 按著3秒 它就會轉回 像現在這樣 我可以選擇 轉去24 顯示 就有一個藍色燈去表示 這裡打開上蓋 它就可以看到這個 另外這個燈的裝冊 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有一個按鍵 按著 就可以推出推入 就可以安排這個閃燈的裝冊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更多關於這個閃燈的資料 可以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 可以親自講解一下給你知道 如果你欣賞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